天来还算挺有心,今天在野外捉了植物主的幼鸟,便屁颠屁颠拿回来和翠花孩子们一起分享。 这几天翠花做饭比较晚,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。 最近地理农活并不多,庄稼也不需要浇水施肥,他们都是看天收。 但是最近翠花做饭都比较晚,天来回来两回都没赶上鲜城饭。 每次都需要自己动手生活煮饭,劈碎的枯柴摆在地上,显得屋里乱扒气躁,使原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为拥挤。 孩子们一个个蜷缩在角落,等待着晚饭的开始。 翠花取出一个饭锅,锅里昨天的剩饭足足有多半锅。 翠花用个铲子将剩饭搅拌一下,随后又从角落里掏出一瓶剩饭,一起倒进锅里,看着足足有一大锅。 直接灌满清水架在火上,大火炖煮起来,翠花的孩子们颇为懂事。 儿子小栓帮着翠花一起煮饭,二女儿就着摄像师的昏暗灯光,还在粪笔集书写着作业。 这一锅剩米饭,其实已经足够一家人吃了。 翠花还是怕吃不饱,又让小栓咬了一条大米,淘洗干净后,夹进锅中和剩饭一起炖煮。 看来今天注定又要剩不少米饭,翠花掌握不住饭量,总感觉自己很饿,所以每次都会狠狠煮上一大锅。 米饭随意搅拌几下,即可盖上盖子,大火炖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孩子们依偎在翠花的身后或躺或坐。 趁着这个功夫,天来则开始处理一只野生的幼鸟,这只幼鸟尾巴长身仔细,灰色的羽毛上略带着极点亮丽,看起来个头不是太大,似鸟又似鸡,不过鸟不鸟的不重要,只要煮熟了好吃就行。 用鸟肉处理好后,翠花蹲在地上,用柴刀开始剁了起来,天来今天捉荔枝长尾巴用鸟,翠花和孩子们都很高兴,准备煮来吃,在尼泊尔的大山之中,每到夏天少不了会有些张袍野路,和四处奔跑的小动物们,只是天来不太会捉,它没有狩猎的技巧,也没有相应的工具。 一天到晚只会守着家里的几头兽牛和几只山羊,今天捉到这只长尾幼鸟也纯属巧合,幼鸟受了伤跑不快,这才落入了天来的手中,也算是上天垂帘心疼翠花和孩子们,特意给他们送来了一顿美食吧,翠花将幼鸟用镰刀切成小块,在炉火上架上炒锅准备炒肉,锅中加入一丢丢食用, 油热后,撒入一把小茴香,喝一把必不可少的咖喱粉,切好的幼鸟肉倒进锅中大火煸炒,尼泊尔人顿顿离不了咖喱粉,即便是炒青菜土豆也要放上一大把咖喱,咖喱浓郁的香味可以令人食欲振奋,金黄分裕的颜色也能为食物增色不少。 咱们主页的橱窗里也有咖喱粉和小茴香,你可以来上一瓶试试看,做出的咖喱鸡块咖喱牛肉真心好吃,趁着炖用鸟的功夫。 翠花和天来围着炉火,分食着几块烧鸡头鸡脚,他们有吃烧肉的习惯。 平时宰杀的鸡肉羊肉,专门都要取出一份用炉火焚烧,不需要放任何调料。 吃起来焦香肆意别有一番滋味,有点类似咱们吃烧烤的感觉。 不多时饭菜便已做好,翠花家里有不少土豆,上次明明见天来挖了满满一口袋,现在却不知道洗点土豆和鸡肉一起炖煮。 可能是他们喜欢这种纯粹的味道吧,吃菜便吃菜,吃肉便吃肉,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食物原本的味道。 和咱们的烹饪理念有所不同,鸡肉不多,每个人盘子里分上几块肉,再浇上一点咖喱肉汤,一家人围在一起畅快淋漓地吃了起来。 纯正野生的肠尾巴幼鸟,肉质太过紧实,炖的时间又短,血食不太好嚼。 孩子们吃在嘴里半天也咽不下去,不过肉的味道却极其鲜美。 幼鸟还是太小,顷刻之间只剩肉汤,不知道天来有没有本事捉到一只野生的马虎。 那样一家人就可以美美地吃上十天半个月。 翠花一边吃饭,一边盯着自己心爱的天来看,食物算不得多么丰盛。 但是她已经格外满足,翠花怕天来吃不饱,又把自己的米饭给天来分上一些。 两口子平时聚少离多,却恰因如此显得更加安爱。 这和和美美的一家,虽然贫瘠,却是灯火下万千人家最真实的生活。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